嗨 蘇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電場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要來分析一下這次出的這五個都是990的禮包 好 那以下是我的想法給各位做參考 那我們就開始囉 那這次禮包的數量也是出的蠻多的啦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講 那先講結論 結論就是這次禮包我覺得比起之前的限定沒有到有特別的突出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就是等一下介紹到的 基本上我覺得應該就是這個裝備我覺得相對比較普通以外 其他都是就是你有缺你可以考慮啦 但是可能會有更好的選擇 好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講 那當然另外一邊那個懶人包非常明顯嘛 兩句話而已 而且中間好像也沒有中段 那這個我們就快速帶過就好 因為這次算是一個 時段性的限定禮包啊 不是節慶系的 節慶系的通常東西會比較special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是下半季的裝備補強包 那裡面是職人五個 然後突破書五張 S裝台灣犬的S裝投手跟打者各一套 他這邊是寫禮包啊 所以應該是各一套 就是投手跟打者整套的12件 那這個990我覺得太貴了啦 這個就是你要職人你買制霸就好 那S裝現在大家也是開始都開始集滿或者是送滿多 這個是給什麼人用的 就是我沒有裝備但是我錢很多客爛 不過也不一定會這樣子啊 因為有些人錢也不會這樣亂花 好接下來是下半季戰力加強包 那這包主打的是全部都是禮包 所以他沒有金幣也沒有鑽石 這次的東西都是主打個別的 某一個各項目的特別多 那這一這一包的話我覺得 EX就現在已經沒價了 國家隊30張差不多應該你開開應該有個20億以上啊 應該是有 然後Top卡的話應該可以也是可以到20億左右 那可能有時候少一點15億10億 然後簽卡這5張差不多50啊 差不多50億最大重點是這個 簽名的機會均等 這邊沒有二選一但是他也沒有寫限期數 那就會是這一包有沒有值到這個價格的重點 好接下來是強化支援包 這個的話我覺得就990的小資來看的話 你要強化箱還可以啦 因為裡面的話4加1有3張 5加2有3張 然後強化箱5個加上SS藥水有30罐 所以這個還算可以考慮 因為如果290的話他的筆值啊 就299你來看 除非你可能都是缺什麼 637485這種 如果你都很缺這種 那這個我覺得你加減啦 可能就刻個一包 補強你的41跟52的深度就好了 那如果你都不缺像後期像我這樣都練完了 就你可以跳過 然後接下來是鑽石支援包 這個的話我覺得就是你急缺鑽啦 需要瞬間補強的時候再買啦 不然他如果就鑽石狀況 現在廣告加上鑽月卡 應該是蠻夠花的啦 就不會特別用到這13000 那如果你是特別可能有急缺需要用到 那你要刻這個我覺得還行啊還行啊 但是就是沒有到很漂亮 因為他就沒有幣啊 好最後是這個金幣支援包 那這包的話我覺得就是你看個人 因為他的筆值沒有那個100億的 就是110億 110億金幣 對的那個來的漂亮 那個110億的話啦 之前算的話他的筆值是1600多 那這箱的話差不多在1500多 那主要差在哪裡 差在那一包就是純金幣啊 那這邊的話可能還有S藥水 那是可能我覺得還好而已 所以就是你自己在考慮啦 就是670也不一定會天天出來嘛 對不然我覺得其實如果你只是要金幣 你刻670就好 那如果你是要670的情況之下 你搞不好也可以賭運氣去刻那個 就是不見了 好那就沒辦法 好那今天這部影片就差不多結束了 結論就是我覺得可以先等啦 因為畢竟之後還有一些活動 應該會慢慢推出啦 所以我覺得這次可能 你課金的部分可能就可以考慮先跳過 那如果你有缺相對應的資源的話 我覺得你要應急來刻都可以 不然其實很多多士課這種現實的就夠了 好那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喜歡讓觀眾知道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拜拜